针对有候选人声称 由基隆大五轮来往台北市南港的9026客运 将从12月1号起由新业者接手经营 同时会更改路线也不会进南港转运站 对此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 在事务会议后记者会上澄清 这项说法与事实不符 林永发表示 经过基隆市长林永昌亲自向公路总局局长确认后证实 9026路线不变 班次与酝酿不减 同时仍会进南港车站 9026其实现在是如期的一个正常在运作 那这个部分也不会像外界所传的 12月1号要换人接手 那我们这个部分早上市长也跟公路总局的陈局长确认过 那基本上9026第一个 他的路线不会改变 第二他的班次不会减少 他的酝酿不会减少 而且这一班车要进南港车站 立法人蔡世英也痛批竞选对手为了选举竟然听信 业者片面支持散布不实言论 蔡世英强调会以公众利益为优先 做好三项坚持维护通勤民众权益 谢国良谢先生对于这个业者的护航实在是太明显了啦 很多人都知道他跟他们国民党跟符合客运的关系很密切啦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一直希望符合赶快均速的上路啦 但是我觉得大众运输这个公共这是属于公共利益的关系 而不是只是看业者的部分而已 所以我跟我的对手谢国良在这个议题上是完全不同的观点 对我来讲 9026他代表的就是基北的通勤 也因此到目前为止 我跟我们的右上市长秉持了几个主要的原则 第一个他的路线不能够被减班 第二个他不应该被改到 第三个他要进入南港的转运站 这几件事情从开始到现在到未来 市应都会继续这样的坚持跟主张 那交通部也讲得很清楚 在这段待死的期间里面 相关的运费的亏损的部分 交通部会来处理 所以我想市民朋友不用担心 我们9026的服务品质可以维持异样 蔡市应除了要求谢国良必须会散布不实言论 向市民道歉 也表示已经向交通部长王国才确认 9026绝不会停死 请通勤民众放心 记者张祁腾金融报导 感谢观看